松城浩国际有限公司连续第七年在端午节前夕发送粽子 要给地方的弱势家庭 20号下午很多民众就拿着提货券到松城浩 依序排队要领取端午肉粽 花莲市公所社劳科科长肖子卫也特别到现场代表市公所 颁发感谢状 对于企业的善心回馈给高度耿听 民众拿着提货券到现场排队领取肉粽 20号下午松城浩国际有限公司 连续第七年举办了松城漂粽香端午受暖疫的卷种活动 希望在端午节前夕发送粽子给弱势家庭 我们总共今年送了3000份 然后一份有5颗 所以总共送了15000颗 要给花莲市的市民吃 这是我们的爱心 已经好几年了 花莲市公所社劳科科长肖子卫也代表市公所到现场 感谢企业的善心回馈 那很感谢松城浩 就是在这七年来持续不断的在端午节 中秋节的佳节的期间 都能够准备应景的肉粽 还有月饼等礼盒来关心花莲市内的朋友们 松城浩今年总共准备了15000颗肉粽 要送给弱势民众 董事长廖美燕表示 在台湾习俗里 家中如果有亲人过世未满一年 不能够制作粽子 必须由亲友来送 因此发想出赠送物资的工作 七年前开始除了送给公司的客户家属之外 也扩大到其他的弱势族群 希望借此表达关怀 也善尽企业对社会回馈的责任 最终的请花莲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